来 喝点吧 怎么了 一会儿就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头 怎么了 没灵感啊 姐 就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 我弟弟的绝世大作 就要问世了 还不让我这个做姐姐的 多看几眼啊 这幅画 确实花了我很多心思 但是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确实还需要很多的因素 这可不像我们卫家人说的 我们爸妈当初创立公司 打下线在江山的时候 可也是吃了不少苦 碰了不少鼻 你现在 画作已经完成了 就应该主动出击 毛遂自见 让认可的人认可 不认可的人 也得认可 我知道姐 知道该怎么做 有什么需要姐帮忙的 尽管说啊 我一定要有才华 来证明自己 对了 子俊 那个国庆金奖提名 你知道是谁了吗 该不该 告诉姐姐呢 姐 我最近一直在忙着画画 所以没有关注那件事情 你们这些艺术家 就是这样的 连耳不分窗外事 且能够理解 好吧 这事就交给我来调查 该怎么处理 我也得好好考虑一下 我可不希望 在青年画坛上 出现任何可以引力抗衡的对手 来 等你个好消息啊 顾叶白 你完成了 这幅画好美啊 你很喜欢吗 可是这幅画要参赛 我可以再画一幅 顾叶白 我太高兴了 我看你努力了这么久 你终于完成它了 你怎么比我还兴奋 你怎么比我还淡定啊 可能 可能是你把我的兴奋劲 给吸走了 那我们赶紧告诉 珊珊跟林子彦吧 我们必须得在画稿截止之前 赶紧记出去 走 怎么了 没事儿 只是突然有点舍不得这里了 以后 我们可以再来的 喂 好漂亮啊 送给你了 作为你完成作品的奖励 谢谢 这可比奖金值钱多了 怎么可能 虽然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这个金奖 在美术界一定地位非常高 特别拉风对不对 不然你为什么这么拼呢 到时候你去替我领奖 奖杯归你了 那可不行 这么贵重的东西放我手里 万一我要摔地板了 其实这个金奖拉不拉风我不清楚 对我来说 这是我多年以来想要完成的心愿 还有 对一个人的致敬 致敬 嗯 是我小时候的一位老师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 不会选择画画这条路 小时候 家里没有钱 让我去学画画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偷着学 颜料也只能挑最差的来 有一天 他发现了我 我很幸运地 跟他学习了几个月 从那以后 我就一直努力向他学习 这次参赛 也是为了向他致敬 顾叶白的这位老师 对他的意义竟然这么大 值得他这么一个无欲无求的人 如此拼命地去征罗这个金奖 刘姨 看到子借了吗 他一大早就带着画出去了 喂 周主编 早上好 打扰了 对 我有事 想跟您来确诊一下 那行 OK